坐在那裡談交通,警察都很多次,硬硬聲,其實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,蘇慧文局長就完全不懂交通的了,也完全是不懂這些東西的 陳凡局長又不懂的,那你的貴局是用誰人來負責這件事,那麽大件事 陳凡是機電工程署的處長,他在電梯塌了,他自己的機電工程署的報告都未出 我已經做了局長,你就是讀金融的,在中大都教金融 那來鐵路就在講錢,一個就是傭財,機電署怎麼搞呢? 運房局是一個熱廚房來的,你找兩個完全不懂得煮菜的人進去 現在呢,你來講就講錢的,老實說,鐵路的問題很簡單的 我們的鐵路是跟著什麽起呢?是跟著中共的規劃起的 即是對外聯繫的,高鐵 我們的口岸,全部都在做這些事情,原因是什麽呢? 就是大陸規劃我們,你都應該知道了 十二五、十三五,他們兩個五年規劃我們 又有這個廣心的協定,又有這個廣東省跟我們的協定 全部是由人家規劃的 所以才會建一條毫無經濟效益,年年虧錢 建那天都超支的鐵路 你怎麼看地鐵呢? 地鐵就是馬時亨,也是靠炒股票的,你就做經濟的 馬時亨,走去管港鐵,只是為他自己和股東的利益 分多少錢而已 港鐵就虧本生意不會做的,沙中線、高鐵也不會做的 收5%管理費,但是挖下去完全超支 都不用賠錢,你怎麽解釋? 那我們的鐵路是完全虧錢的 那時候的交通,不是搞好像剛才那些人說的 內部的事情,屯門現在堵死的 你去屯門走,有60萬人 你不是用錢去解決屯門通出其他地方的問題 你是用錢去做什麽呢? 就是建一些大伯仗,這個港珠澳 人家超支100億,我們要給50億 我當時剛剛做立法會已經說這樣是不行的 那時候,大陸沒有錢啊,便宜一下人家 喂,你們在搞什麽? 完全是大陸建鐵路,大陸賣鐵路車廂,賣通訊系統 你港鐵有什麽辦法不出事? 將那些信號系統和鐵路的東西,為了買人的東西 去浪費我們的錢 超支也是,全部都是中支的建築機構 誰敢查? 就是賺我們的錢填別人,不是解決我們的交通問題 你對不得住屯門的人? 讓想和朋友到來 你花夠了 感谢观看